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总统竟然不是蒋经国 一般人都认为蒋介石死后 就是蒋经国继承了其统治地位 其实这是不对的 如果说蒋介石是到台后的第一位总统 那么蒋经国只是第三位 因为第二总统叫严家干 对于严家干这个人大家可能没听说过 笔者有必要介绍下 此人生于1905年 是江苏吴县人 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死后同政 他在大陆时的最高职位 是在1939年任福建省才正厅的厅长 此时他已经34岁 在那个时候这个年纪已经算大了 不过名气很小 因此知道他的人很少 那么这个没有名气的严家干 是如何接替蒋介石届任总统的呢 这个还得从1947年说起 这一年他被蒋介石发掘 出任人台省财政厅长 可见他搞经济很有一套 后来蒋介石派心腹陈城赴台 在1954年严家干就成为了陈城的助手 为台的经济处建立下汉马功劳 1954年严家干被蒋介石提拔为台省主席 主政三年 此后严家干成为蒋介石新腹 在1963年更是取代陈城 成为了行政院独长 在1966年时 严家干又被蒋介石提拔为副总统 从此严家干在台的地位逐步得到巩固 已经高出了蒋经国 到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 仅仅在蒋介石死后 七个严家干就继任了总统 整个速度堪称罕见 他继任总统后 立即主持成了治丧委员会 着手为蒋介石办治丧事 严家干成为总统了 那么蒋经国该怎么办呢 蒋经国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只是当个普通的孝子 祭拜父亲 事实上严家干是效忠于蒋介石 在蒋介石死后 他也没有想过背叛 就算严家干想要踢掉蒋经国 他也没有这对能力 当时在民意中对蒋经国 还是有很高呼声的 加上郭防部长高奎元 参谋总长宋长志 他们掌握军队 都宣誓效忠蒋经国 由此可见 严家干这个总统是有名不实 每次有大的决策 严家干都会去找蒋经国商量 在严家干担任总统三年后 于1978年1月7日 他将总统让给了蒋经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